大家好,我依然是小站 又到了一周一落的小站时间 怎么说呢? 可能以后再单独的录这种视频周期的机会可能会少很多 所以这一周想说一些话 上周问大家的问题,大家的理想是什么? 然后其实大家的回复,大家留的言其实我都有看 然后有人跟我说 我的理想是老师,医生,法官,军人,警察,宇航员 我觉得忙好的给你们点个赞 当然也有人跟我说很疑惑 现在,因为自己现在做的事情跟理想可能相近甚远 这个就需要我化身心灵使者,鸡汤使者 其实怎么说,拿我自己来讲吧 其实我自己做的事情,在你们看来 是不是其实跟我的理想其实也差得有点远 但是其实我现在仍然自己在画画 仍然会拿笔,仍然会去画一些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想当一名医生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老师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看一些医疗的书呢? 那万一真的有可能 你有机会朝那方面去发展呢? 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框架里面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现实跟理想其实可以共存 真的可以共存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点的事情是 比如说你们现在干的这件事情 但是跟理想真的可能说 在你们认为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做好 认真真做好自己现在守得上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 然后理想为什么是理想? 埋藏在心里 然后小时候的那一份目标也好 或者说是一个期许也好 可以在未来长远的路上 然后慢慢去完成 比如说我 再拿我自己来举例子 唱歌 唱歌是我喜欢的 但是跳舞是我喜欢的 但是不敢做的 演戏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感都不敢想过的 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我认为 在我接触了演戏戏剧方面之后 我觉得我很感兴趣 而且我有信心把它做得很好 然后跳舞也是唱歌 这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觉得理想固然是好事 但是梦想召集现实吧 我觉得做好每一件事情 然后梦想跟理想 以后 有的是机会去实现的 我认为 然后 听见 看见有朋友说想听我唱歌 怎么办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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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的我 我 碰到我的你 我 你 在等 你 在等 你 你在等 这些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嗯 希望你们 可以想想我刚刚说的话 嗯 也希望这些话能帮助到你们 真能量一点 会好的 一些都会